就是可能跟他去喝酒 喝一口然後就倒下去這樣忘記 那我要送你手鞋卡片 喔那超愛 我超級無敵喜歡手鞋卡片 然後你肩膀一半都死了 讓他看到喔我這裡淋濕了 喔淋濕了 歡迎收看脫魯干大師大家好 我是冷飯 大家好我是QJ 各位有沒有發現我們的衣服是什麼呢 情侶裝 如果讚的話幫我留言 讚 我們今天要看女生什麼行為代表中了 中了就是說中他的聲音 如果你讓我覺得有一個 責任感很重的男生 我就會覺得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問問看 女生會做出哪些暗示 來給男生說 欸YES你成功了這樣 那又有哪些行為代表 你已經OUT了 那我們想要問一下 你追女生有沒有什麼招數 那時候我看到她在玩手機遊戲 然後我就特地跑去下層 就跟她玩說 欸你可以叫我怎麼玩嗎 這樣子 那有成功拉近你們的距離嗎 就是聊遊戲相關的東西 然後我再看可不可以帶到其他的 有話題 對 分支這樣子 那之中會有什麼小舉動嗎 夏禮天幫她撐傘 喔幫她撐傘 剛好沒戴 對然後想說不要讓她淋雨 然後撐傘 然後可能就 拉近一隻這樣 沒有就請過去她那裡 然後你肩膀一半都死了 讓她看到 喔我這裡淋濕了 喔我淋濕了 那我不能讓你淋到一滴雨那種感覺 喔喔喔喔喔 OK 應該也都是 拉近距 就是跟她分享一下 日常生活的事情 會有那個分享 分享 嗯 裝作 就是 可能跟她去喝酒 喝一口 然後就打她這樣 忘記 那她沒有躲開嗎 沒有她沒有躲開啊 喔所以你是直接 清下去 所以說真的 有必要喝那一口酒嗎 有一次跟她去約讀書的時候 躲完之後去逛書籍 然後書籍她有看到一個 她喜歡的東西 然後我就聽她說 我先去上廁所 然後再偷賣給她 喔喔喔 這個有種 就是去留意女生喜歡什麼 然後偷偷的去買給她 這樣又有驚喜感 然後又不會買錯衣服 就是放學都會教她寫功課 然後看考試的東西 除了教功課以外 還有什麼嗎 就是 有個女生她很喜歡唱歌 她應該不知道我知道她生日 所以我就送她一個麥克風 然後我也沒有寫文件 然後讓她同學猜說是什麼 因為她同學知道我是誰 然後我們都認識了 所以你送她東西之前 她不認識 她不認識 喔所以是因為送東西 然後去認識這個人 這也是一招學起來 我們想問一下妳說有沒有 被追求的經驗 有啊 那她那時候有做出什麼 讓妳覺得 喔好心動的行為嗎 就是就是服習班 然後她可能經過 都會放一顆巧克力在我桌上 那她有小指甲嗎 偶爾 可是不是小指甲 那妳們開始有互動是怎樣 因為本來就已經認識 所以一直都有在互動 然後只是 那一陣子她就特別常經過 那妳就有知道說她正在追 喔對 就是偶爾不經意說出的一些事情 然後她有記在心上這樣 妳看好氣節奏 OMG 那還有什麼 就是驚喜吧 對就是我沒有意料到的事情 然後她就是 欸突然 對對對 女生應該都喜歡卡片吧 為什麼為什麼喜歡卡片 因為我覺得卡片是 有點像 匯及自己的心意的那種感覺 然後妳把它寫下來 你喜歡男生做什麼行為 你就會心動 喔中了這樣 就會看感覺 相處的感覺 確定有沒有對到 對 那她有什麼行為 會讓妳覺得說 欸好像蠻貼心的這樣 妳們像是問我 就是會不會很整之類的 她會給外套嗎 喔也會 所以給外套有中 有啊也是 我覺得要先看 就是你們一開始 手機聊天的好感度 就是因為你們可以從訊息 至少看得出 那個女生對妳有沒有興趣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能約她出去 可能看個電影啊什麼的 就是妳可以感覺出來 她就是對妳講的話題 沒有興趣後 她不會再延伸 句點妳這樣子 對 就沒有喜歡妳 也不能講沒有喜歡 就是可能她沒有很想了解妳這個人 我覺得這種習慣是平常都要養成 像比如說可能走馬路 可能妳要走外側 或者是可能她走上拿很多東西 妳幫她拿 當初是怎麼追妳女朋友的 那時候我女朋友她在飲料店打工 連續兩三個月吧 我每次打工下班 然後就是去買飲料這樣 然後買到說 我房間的那個飲料杯子 然後就是堆好擠 那妳沒有丟掉喔 沒有沒有沒有丟掉 那妳去買飲料 妳怎麼跟她開始有互動 因為本來就是在學校會有看過的那種 酒了以後 就是妳快要下班的那個時候去 妳就買的時候 妳就問她說 欸那妳吃飯了嗎 從妳開始買飲料那時候 妳追她追多久 一兩個月吧 欸那其實 算蠻快的欸 我覺得妳飲藥算是喝蠻多的 你好料我下班了 一早會回家 我在玩手機 訂閱了沒啦 訂閱了 反正妳就先聊天 嗯 然後聊天聊一聊 妳就可以慢慢的加深化 比較 聊心事之類的嗎 對對對 喔我懂 不然妳太快回 不是疫情故事 我就懶得回現實 來我想要請問一下 妳男朋友當初怎麼追妳 那時候因為都對了對方有好感 我們就走在路上 然後她就問我說要不要在一起 然後我就說好 她現在壓力超大 妳現在還要真的沒有臉啦 那她有沒有對妳做什麼 貼心的行為 沒有 有啊就是在一起之前就有了 就去上廁所 然後她就會 帶衛生巨 帶口袋裡 然後我要上廁所 她就會串給我 就是如果去超商那種東西 就是可能中午就是會主動說 想陪我去吃飯 然後逛學的時候 問我不要去回家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我蠻看感覺的 我就是我喜歡就是 第一眼我就覺得 這相處好像這還可以 然後觀察那一陣子之後 她如果做一些 這些舉動的話 我就會 變得喜歡她 可能就是陪我回家 或者是 就單獨吃飯那種 那我要送妳手寫卡片 喔那超愛 我超級無敵喜歡手寫卡片 就是比如說走在路上的時候 然後突然有車 然後男生就把妳拉到內側 可能月經來的時候 幫妳送個什麼熱可可之類的 比如說來找妳的時候 她知道妳喜歡吃什麼 然後就買什麼 妳喜歡吃的好東西 可能就問妳幾點下班 然後接妳回家吧 穿裙子的時候 然後如果再搭手扶梯 她走在妳後面 騎摩托車扣安全帽還不錯 還有她會側一點 然後讓女生先 就是比較好上去 那當初 你們兩個互相喜歡 那你要怎麼發射訊息 跟她說 喔我也喜歡妳 妳是怎麼做的 一下回一下不回 然後拉走那個時間 所以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都是這種的 難怪平日才會對 對 對她特別貼心呢 不會 其實蠻算順土度 嗯 有點 我認識很久 就是從很久才變很久 這樣也蠻不錯的啊 剛分手那時候 她就是有問我說那妳還好嗎 然後她就是有 是要陪我聊天 然後後面就覺得 她好像就是還不錯 然後試試很大 對啊 那妳會做什麼 就是告訴她說 我也還蠻喜歡 她訊息會很快嗎 欸我都會蠻快的 常常在她前面晃啊 喔 就是會在她面前 會願意比較透露真實的事情 訊息上吧 會變比較親密一點 應該會主動約她出來 就可能看個電影之類的 可能做麻煩會貼近一點吧 會特別噴香水 然後真的好看一點吧 就好看一點 就如果送東西就可以了 喔妳會回送她的 她喜歡的東西 就如果互相喜歡 應該就不會拖太久了 趕快講一講就好 就會比較平凡聊天 那如果今天 妳不喜歡的人 一直對妳 發這個訊號怎麼辦 那我會直接不回她 那如果妳們會 會見面的那種嗎 那就盡量就是 我會避開 她如果來找我就說 喔我可不可以有事 我要上廁所之類的 喔我就跟她說 我真的 沒有辦法 會故意躲她這樣子 那訊息就沒有回 對 直接說好了 如果她對妳好的話 妳就對她冷凡一點 我會 不讀不回 不喜歡的話 我可能就會 傳個貼圖 就是 有回 然後就不會再 斷掉話題 今天來幫大家 統整一下這個重點 第一個呢 她願意一起跟你開話題 就是不會句點你的話 那就是 OK 第二個就是看 她願不願意跟你出去 如果不願意的話 NO 那第三個就是 她會不會排斥 肢體接觸 小小的那種 那如果她對妳就是 越來越 漸行漸遠 我覺得這應該很明顯 你 被FIRE掉了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記追蹤我 跟QJ個人頻道 還有IG 然後我們鬧大有 二評鬧大 上一下 裡面有我們的 平常日常 嗯 我們的小互動 跟幕後花絮都在裡面喔 對 快去訂閱起來 歡迎追蹤 各位掰掰 掰掰 我會讓你們看到 正鏘的我 噢噢 你意思我的話 怎麼 不要 好啦 你幹嘛 你今天穿這麼 穿這麼俗女 然後